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克瓦斯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南美乔报网讯圣保 罗市长候选人克瓦斯 民社党于日接受胜 保罗周报的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连任 一定会完成任期 两位前任民社党籍 是常多利亚和塞哈 分别于年和年提前辞职 竞选圣保罗州长 如果我连任 只有等到年才会参 选克瓦斯反驳了有关多利亚 将竞选总统 他将竞选州长的传闻 并强调他没有参加 年竞选的念头 至于他的政绩 没有任何光彩印记 克瓦斯指出他指对 是政府的财政和公共经费负责 啤酒瓶上才有印记 克瓦斯没有说明其 竞选方案中的开支金额 只强调未来将保证 一雷亚尔的投资额 回答是否可能会提 高城市的公交车价格的问题 克瓦斯表示尚未决定 将根据宇州政府于 12月的谈判后决定 社会主义自由党后 选人保罗斯在日的采访时 承诺当选后不会提高票价 不过 克瓦斯没有提高成 是建筑和土地税的计划 因为财政部门在过 去几年通过调整财政账户 找到了无需提高的办法 至于保罗斯提出扩 大免税范围 以及提高造价高的建筑的税收的建议 克瓦斯透露大约有的市民已经免征 或者享受税减的待遇 克瓦斯还透露 市政府在过去四年 内成功追回伊雷亚尔的资金债务 增幅为 另外 他还打算在明年预 刘万雷亚尔的预算 用于贫民窟的城市化建设项目 对记者提问如何解 是他在竞选广告中所承诺交付的 万套住房和市政府声称的 万套的差别 克瓦斯表示部分住 房油私营企业通过市政府提供的补贴政策 一个底薪以下的市民不用支付和税修建 对于市政府可能会 从财库中提出伊雷亚尔用于投资的问题 克瓦斯强调必须因地质疑 有关他的竞选联盟包括团结党 共和人党和自由党 等中立党团属下的党派 克瓦斯透露 他现在还未考虑向盟党分配职位的问题 而且也不一定通过 分配职位来报答这些党派 最后 克瓦斯还表示不会 拿反共党的话题来竞选造势 他认为重要的是美 个人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 对克瓦斯 有了解了吗